因为柯文哲现在最后几天 他还能出什么招 当然他就说 民众党绝对不会回避路战 也不会轻易如蓝绿所愿 轻易的被咬死 所以现在开始爆料了 走这种路线吗 但问题是这种所谓的 什么小草革命 或是所谓的见面会 结果是变成了抱怨大会吗 我先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就是柯文哲现在的行程 路战行程 不要说跟赖青的 或跟侯友一比 连王毅川都比不上 这是真的 我跟大家报告 为什么呢 因为王毅川现在是 全台湾最大委的 立委候选人 还是不分区的 为什么 因为王毅川的新闻联络人 叫卓冠廷 王毅川的粉丝专业小编 叫李正浩 我们干这种活 我们干这种活 讲来听一点 总统叫这个 总统候选人 叫卓冠廷当新闻联络人 冠廷都会说 不要找个年轻人来干 反正现在这种活 就我跟冠廷来处理 那我们这样处理呢 我们就每一天 都要整理这个 民进党部分去 立委候选人 王毅川的公开行程 我们有媒体框 我们有媒体框 不是我们照着 我先声明 我们原本没有弄框 因为我自己有媒体框 总统问题也有 是真的媒体有需求 因为他们要每次 王毅川走到哪里 他们要派机 要直播 所以是有这个需求 搞得我们每一天 要去成立这个 不分区立委候选的 王毅川公开行程 很忙耶 2023年12月3号 好 那昨天是礼拜天 黄金周 不要觉得只有前一周 叫黄金周 没有 现在开始 周周都是黄金周 周周都黄金周 过一个周末 少一个周末 那我们就看整理 王毅川的行程 来给大家看 上午7点半 没看错 早上7点半 我会说你睡南投 南投普里 第三次赛 陪蔡敏恩扫街 那么早就有行程 扫黄街 去苏志芬 赖清德的虎伟 就也总不成立 10点就到云林了 接着11点 苏志芬 赖清德的土库 就也总不成立 接着3点跑哪里 屏东 许富贵 夏日葵青年军 抬着王毅川 扫街行动 接着5点 继续 下午5点 许富贵 南州后援会成立 再来6点 林边乡后援会成立 接着晚上8点 万丹夜市扫街出钱 王毅川 从早上7点半 开始一个行程 到晚上9点10点 最后一个行程结束 回到家快12点 这是王毅川周日 我就好奇 那柯文哲的行程是怎么样 在进总吗 结果柯文哲 一样12月3号的公开行程 爽啊 真的爽 11点到12点 去蔡壁炉 你可以爽爽睡到9点半 醒来自然醒 沐浴跟衣之后 坐高铁下去 去找蔡壁炉 然后接着 一大弹 完全没事 12点到晚上10点 都没事 这么空啊 空 蒙甲青山王冀 拜个庙 然后就回台北 蒙甲青山王冀 蒙甲在台北啊 就在台北啊 对 回家睡觉 睡觉 哇 一天才两个行程 选总统爽成这样不容易 一个台中 然后一个台北 我自己昨天 礼拜天 5点50起床 哇 去洗刷沐浴跟衣洗香香后 搭6点多的高铁 上来台北 7点的高铁 上来台北 从高雄上来 因为我前一天 高雄洗衣是排卖的 上来台北 萧美琴专访啊 桃园浮雪啊 什么一大堆 好 各位的有够爽 我一开会就觉得不开心了嘛 这不像在选总统啊 我就赶快贴一下 对照一下 王一川跟柯文哲啊 那再回过头来 柯文哲说他 没有放弃陆战 请问有没有放弃 有嘛 那再来呢 还是要挑轻松的去哪 去逛市场逛老街 就是直播主嘛 夜市直播主嘛 公廟咖嘛 对不对 进香团嘛 民众党进香团嘛 好 那在这个状况之下呢 柯文哲呢 还在嘴硬 我们是新政治 我们没有那么要花钱 我们也不要一直跑突 你吃得不好啊 你募得到钱你会不要吗 你就是因为没人看好你 你募不到钱嘛 然后四年前在讲 我们是新政党 所以没这么多组织 四年前你讲这句话 我信嘛 你四年后还是没组织嘛 表示柯文哲这个民众党 由上到下都什么 投机仔嘛 每个都想买空卖空 以小博大嘛 前面搞蓝白盒干嘛 以小博大嘛 对 我不小心把国民党吃下来了 我就到处都站台 我一毛钱不用花嘛 就投机政党的投机仔 就是柯文哲嘛 以及民众党等人嘛 然后嘴巴上说 他们是新政治 对不对 不来动员这一套 怎么会有这个 民众党台中市党部 来 柯文哲中部四次大会 蔡平如纪元总部成立 就昨天那个行程嘛 对 怎么会有 请大家关键时刻全力动员 谁谁谁舞台 谁谁谁舞台 谁谁谁两台 游览车是吧 游览车 我把名字遮住啦 对不对 还说游览车各自负责 午餐总部负责 你也是搞动员这一套嘛 那还在批评蓝绿 都搞动员 讲自己多清高 你只是因为你没钱嘛 你募不到款嘛 因为里面每个金主 也是投机仔 反正你不行就走掉嘛 去压国民党嘛 所以才会有这种嘛 你如果今天有钱 就是五十台 五十台 二十台 二十台在动嘛 你没钱就五台 五台两台 那请问 你们有比较干净吗 你们有比较新政治吗 没有嘛 所以你们这些白粉 不要再催眠自己 什么阿伯就是清廉 阿伯就是新政治 不是 所以你们是穷鬼 你们没有社会的支持 不要觉得穷 不要觉得募款是罪恶 我讲句话 一个候选人募款就如同什么 一个好的商品IPO上市嘛 跟Angel放来募资嘛 你如果这个商品是好的 你自然募得到钱嘛 比如说柯文哲今天有这样的 窘禁 是谁造成 自己造成的嘛 自己造成的 因为头鸡仔嘛 你四年这四年 你都不发展组织 只想到选举到去舌吞象 对不对 以小博大 对不对 然后以小博大一失败 两个一针 发现三五嘛 没有资金 没有组织嘛 没有幕僚嘛 然后连后副手 选钱 登记前前三个小时才接到电话嘛 那请问如果他不要怎么办 完全不尊重别人 对不对 他就是 他从来没有Plan B嘛 他就是投机仔 且战且走就对了 对啊 所以搞到现在怎样 行政比王一川少 能看吗 对不对 我讲的是能看吗 对 这样要选总统啦 也的确是 所以他会选到穷途末路